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收看國民大會 我是王淺秋 首先來看看今天最新的選戰消息 選戰倒數33天了 今天候選人抽出了號次 賴清德是2號 第一個去抽籤的是柯文哲 抽到了1號 侯友宜3號 號次都已經抽出來了 接下來就是拚選戰 但是在這個所謂的藍綠盤裡面 柯文哲有沒有被邊緣化 民進黨的選情又有真的完全的樂觀嗎 以郭正亮的分析認為 最穩的南部 現在都出現問題 對於民進黨的本命區 可能會不保嗎 台南B案連連 鐵票區會不會大失血 賴清德想拿50的百分比的選票 那是賴清德在站台的時候喊出來的 恐怕在做夢嗎 彰化連彰化 過去很少被媒體關注到地區 這一次可能1比3 這個3過去是民進黨的席次 現在可能會倒過來 說不定藍綠變成是藍3綠1 倒過來了嗎 還有連屏東 菲律聯盟成行 有蘇清權 蘇孟淳 蘇正清三個人 直接影響的是民進黨 在這裡的屏東選情 那麼還有 賴清德的違建爭議 哽咽哭 最近這兩天成為大家有點取笑的焦點 有沒有真的得分 或者是從這個違建爭議當中脫身 顯然是沒有的 那麼甚至他的違建爭議裡面 把這個說明的梗圖 說成親戚擁有的所有權的房子 可是這個所有權就是兒子 兒子有人會說那個是親戚嗎 親戚是這樣界定的嗎 就覺得怪啊 所以網友仍然不太能夠買單 那甚至柯文哲還打賴清德 高端疫苗 你說出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在質疑自己沒有疫苗打 偏偏要護航高端的時候 民進黨的副總統 當時你是醫生 你有沒有講話 你有沒有依德 你有沒有站出來幫人民來把關 那賴清德老家這個違建 哽咽消息也成為柯文哲取笑的一個哽 他就說乾脆辦直播 讓賴清德哭得更大聲 至於這個違建 黃國昌一直騎一直在咬 他說有側翼造謠啊 他提出來是違建的空照圖是假的 他今天提出來的是農業部 林務署官房攝影這些圖案跟日期 蓋章的 就是說這個是由官方認證 有底片號碼的官方的圖 所以不可能是假的 但是違建是不是真的賴清德這樣處理 不會影響到他的選情嗎 我們來看看在宜蘭這個選區 陳俊宇這個民進黨候選人為了什麼 現在整個民調往下掉了 楊桃館的爭議本來是一個什麼 楊桃的集散地的農產運銷中心的地 他拿了政府補助 就補助了半天 蓋出來的豪華豪宅 卻變成他自己來住 那怎麼回事 那要要拆不拆仍然還卡在那裡 結果呢有沒有影響 立刻百分之三十受訪者 改為支持黃禎廷候選人 就陳俊宇選民調一下子往下掉 連這個民眾黨的黃婉惠 現在十一點九 顯然陳俊宇的選情 已經受到了違建 嚴重的影響 維翰我們來看看 像賴清德的現在選情 很多人分析很穩健 當上市偽害人認為 他現在很穩定 但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我覺得賴清德 現在目前跟侯康佩的差距 是確實在縮減當中 尤其上個禮拜五 一下子從每一條電子報 就跌了大概三趴下來 其實最近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就是萬里的老家為健 我覺得如果你要科學 就物實理性 去分析就是這樣 好像沒有什麼別的事情 賴清德的態度很堅持 可是柯文哲的用詞更重 黃國昌現在公佈的圖片 黃國昌意思是說 賴清德講說那是老家修繕 他說沒有 他是旁邊蓋出去 這跟我們原本理解的不一樣 那所以如果這個是事實的話 那賴清德還要再上一波 那事實上他現在 是沒有住在那裡 只是說他可能情感上去 那是他小時候長大的地方 要不然說實在一般政治 會遇到這種狀況 如果我們剛剛的分析 跟那個民調 這看起來也不會有錯 就是違建這個事情 萬里老家使得賴清德 民調下滑 去年民進黨選那麼差 賴清德為什麼一直往上走 就是88槍 就是大家站起來 然後就是這個黑金槍奴 破例的展現 對就是黨內 然後這個論文以後 如果有問題都一律不登陸 就是你都一直在改革 可是這件事情你就不處理 那當然他是個人選擇 他可能對老家非常有情感 我也覺得說 因為他畢竟是礦坑的公僚 他們小時候家裡也辛苦 我能理解沒有用 網友跟選民不理解 他看起來民調是下滑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說 黃國昌的空照圖 加上柯文哲的持球對決 其實柯文哲講話 是有點辣了對不對 台獨金孫免台獨龜孫 哭什麼到你門口去開直播 你會哭得更慘 其實我覺得他有下 有加重語氣 對 因為他現在要跟他PK 柯文哲有柯文哲的戰法 他一直拉著賴清德打以後 其實侯友宜跟趙孝康也要注意 因為到時候變成他們兩個話題 國民黨沒有這個話題 所以選單就是撒喀都 那領先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在侯康佩之前的話 是穩得要命 可是侯康佩之後 侯友宜站上30% 以前沒有人上30 只有賴清德一個人30 可是11月24以後 現在狀況變不一樣 那現在看起來 九份民調當中 侯康都有30到32到33 那離37到40%之間的賴清德 就接近了 何況最近賴清德又掉下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可能他必須面對的問題 如果他堅持下去 他就要論述社會 大家能不能理解 譬如說他跟其他的違憲 不同這件事情 他講了可是別人不接受 他就是說那個是國有地 那個是豪宅 那個是有點這個 侵占別人的地 可是我們這個萬里這地方 沒有人來住 我們都是港口人 我們家庭嫁 他左邊是他 那他的說法 我相信民進黨支持者 應該可能還能接受 可是非民進黨的 藍跟白跟中心選民不接受 我們家有違建 一定必拆 怎麼可能不能拆 所以我就說 可以不用繳稅 所以我覺得這個議題 就是從今年出到現在為止 可能對他最傷的 就是這個議題 那你剛剛講的也是重點 兒子現在到那個 房子到底登記在誰的名下 應該是他兒子 大兒子 那你第一個版本說是親戚的房子 這說法又要扣3% 又要扣3% 所以現在目前就要看他怎麼辦 說不定之後 他們內部可能也在討論 到底要怎麼處理 拆或不拆 自己拆嗎 那新北市的公文又告訴你 因為黃國昌的空照圖 是2003年之後才多出一塊 可是新北市 他按照規定認定 他是民國98年 那民國98年是2009 他認為2009之前 像這種礦業地 後來沒有認定的房子的話 就叫寄存違建 列管不拆 所以規定是不用拆 可是你不用拆 你傷的是你的民調跟選情 那如果為了勝選的話 是不是就去拆 那如果既然要拆 你之前這麼多段時間 你是有情有意 對於老家的那個 怎麼講 感念的那個 那你的這兩個就是堅持 又沒有意義 又變成是硬奧了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 雖然是三十幾天 我覺得這一題還沒過 騎虎難講 就是這個可能是會 是一個選戰的關鍵 其實選情瞬間萬變 隨時都可能變化 例如為什麼剛剛先看南部 臺北市國民黨的市長部主委 黃麗璇如說 在臺北這個民調數字 賴清德已經趨於第二了 侯康佩已經第一 北臺灣是這樣 南臺灣現在如果都有一些變化的話 那更何況立委選局 整個席次會不會 對民進黨來講會大傷 或調更多呢 我們來看看民進黨的立委 其次高雄的部分 現在國民黨認為可以拿下兩席 其中黃捷跟 以前要說太陽花世代 不想講 怕被講大腸花 所以就講這個世代 他們進歌熱舞 穿得很辣跳舞 賴品瑜 吳佩毅 黃捷的進裝熱舞 現場看起來好像滿熱的 但是甚至還跟三道猴子的作者 一起一搭一搶 問題像這樣的照片 機車上面的蠟燥 引起的討論卻是什麼 因為過去曾經也有這樣的紀錄 跟陳其邁機車裝 黃捷的照片當成擋泥板一樣 要當女神嗎 問題是PD上面不太買單 網路一片罵聲 認為這個樣子有點低俗 當然這個性格錄的畫面 大家剛剛看到 其實他的內容 也是想要像三道猴子一樣 比較local一點 但是就是會讓人家覺得 是不是會有點low 以至於很多的這種 超越藍綠在猴選之猴 也是三道猴子做出來的影片 除了算郭董 也算柯文哲 總之像這樣的氛圍裡面 對於黃捷來講 有沒有可能還有可能勝利 現在被認為很危險 他這麼辣的辣妝等等的 到底是拿不拿得到年輕選票 被館長笑 就說這根本就是脫衣賣肉 騙年輕人 黃捷過去曾經在館長去高雄拍 開健身房的時候說 25個驚嘆號碼 然後就說終於開健身房了 如果館長要把我當成槓鈴來 來都可以 我要趕快來一起來練腹肌等等的 但館長就說 你看吧 後來為了要支持民進黨 為了要拿民進黨支持 所以過去一直蹭他的這個賴品瑜 或者黃捷 就是說他仇女物化女性 搞了半天你們這樣秀清涼 然後穿成這樣 那這樣子叫做沒有物化女性嗎 那你靠著脫衣服或清涼來選立委 會不會感覺也讓民眾的觀感不一樣 楊明 其實我覺得這場活動 黃捷過於搶眼 會導致其他幾個 其實其他幾個選區的激戰程度 絕對比黃捷還要激烈 黃捷已經算是這四個年輕人裡面 相對來講那邊比較算是綠營優勢區 雖然說是因為趙天麟退選 他是這個臨危壽命 可是在那個選區的結構裡面 其實綠還是大於藍的 可是你說像吳征 中和其實很辛苦 然後像吳佩毅在中正萬華 其實也不好選 然後賴品瑜這次更驚險了 所以當今天媒體的焦點聚焦在黃捷 我認為其他三個人會很萬談 邊緣化 昨天黃捷講了一段話 我看到那個影片我覺得有點傻眼 他先講說你們知道韓國瑜已經當選了嗎 因為他是國民黨不分區第一名 然後說你們想看我進國會翻白眼嗎 就是我聽到這句 我應該這樣讓我忍不住 我忍不住 因為有一點無腦 他說你們想看我翻白眼嗎 就要讓我進國會 我想說你進國會是為了翻白眼 不是 我覺得 我選你西美穿很少 西姬沒有關係 莫名其妙 對 但是不要讓人覺得你是有點怪 或是說無厘頭 年輕人也許吃這一套 也許說他覺得他現在需要爭取最大的 年輕人的支持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不是全部都是民進黨的票 所以如果你今天用這種比較 我覺得講真的有點白目 真的是 對 這個方式有點 白目女神 這個有點 對 確實翻白眼就是白目 但是這個白目有點怪 那當然你說像這個 他要怎麼跟其他的立委翻白眼 韓國瑜不是行政院長 他沒有辦法質詢 你明天監督的是誰 先弄清楚你要監督誰好不好 如果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他在台下可以每天說 可是人家不會拍他 而且他要謝謝韓國瑜 讓他這麼紅 有全國之民進黨 立法院院長不會在背巡台 好 所以好像這個 搞不清楚自己職責是什麼 但這個候選之候 其實你注意看他的劇情 裡面有一段是講幕僚喝花酒 這個你想到的是哪一個政黨 真的 想要打別人都打自己 對我想說 天啊你們跟這個合作 你們不會先看一下這個影片內容嗎 這好像是在影射民進黨 這次被踢爆昏花酒是民進黨 所以我有點看不懂 他們這個活動的訴求 如果今天是要幫年輕人 衝年輕人的選票極大化 要跟你們這個政黨的價值 要連結在一起 那我覺得其實這幾個年輕人 我覺得比如說他們跳舞什麼 去展現自己都很好 四年前高嘉宇也辦演唱會 然後那個蔡英文也辦什麼 辣台派 都是會有這種社群聚會 我覺得都沒關係 這就是年輕人也許希望 看到比較活潑的一面 但是活潑跟白目還是有差別的 因為你記得嗎 之前只要有一些場合 例如什麼空姐團啊 或者一些造勢場合 差點清涼一點 就被民進黨的立委跳出來 誤化女性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 我只是在問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 莫名其妙的價值觀吧 大家好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喔